小米娃娃娃,我們今天再來這個Miracle 為什麼呢? 它裝修了一年 對,而且最重要是它是有鐵板焦的 我問了,進去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 因為是賓程沒見過,有其他鐵板焦台 差點,今天要你試試 不是,之前有一間的,後來它召集了我媽媽 好,它第一個前菜 芝士配這個番茄 我就為大家試試麵包 好了,和牛肉了 辛苦了 我就試下牛肉加麵包 麵包也很認真,它放在鐵板燒上燙了一會兒 牛肉很美味 它是淡芝士 而且我覺得如果百多元一隻 雖然有這麼多鵝肝給你 我覺得百多元你想怎樣 加麵包 很冷 我覺得這個要擦麵包 因為是冷的 各個 人家沒有說是擦麵包 你可否先吃了一口再擦麵包 上面的是不是奶 但很好吃 應該是奶 很酷 有少許咖喱味 對 很小 你快試試這個 重露蛋蛋 我剛才看到他很小的批 他剛才在面前用粗粒 批了 二十多元 新鮮粗 嚴重嗎 好吃 蛋的質感不錯 很香的重露味 如果你喜歡吃茶蒸碗 其實這個都抵押 而且是批過 但我不停批 批到這個都抵押 如果你喜歡吃重露的話 好 我們現在試試刺身 他現在刺身最優惠 他送一個sake 所以我的帶子一定會很適合 帶子是一開三個 這個吞拿魚我都會吃 不過我不試著 因為這個肯定是最瘦的位置 就一般 我試試這個 油甘魚 你喜歡吃油甘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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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吃油甘魚 我喜歡吃油甘魚 很香酸 膠的 你膠了 很溫 其實整體質素是 對質素的價錢 如果你200元 我覺得大一點 他都這麼多東西給你吃 而且他都弄了花 對 你試試這個 撞毛丹蝦 還是是蝦 我不知道 你先問問吧 你看 這樣就不用用手了 哇 很漂亮 我剛才看到他們的生蝦很清 很香酸 那一下 一支香味 很香 很香 這個是什麼 這個要先吃了 這個是鰻魚 Tampura 我也有東西吃 它有一個Tampura 我有這個 帶子的點脈 這個一定要快吃 哇 這個鰻魚太夠了 三十多元 這個 好香 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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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歡這個 它裡面包的那個菜 有些東西 是他們日本很喜歡的 很健康的菜 很健康 很刺激 很刺激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但它真的很刺激 我也覺得很好吃 如果沒有了 這個菜更好吃 好 你那個魚就先來了 這個就是海鱸魚 海鱸魚很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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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 海鱸魚是一層雪 即是沒有魚味 但這個有魚味 即是香 即是香 別人不香 而且我聽到這裏鐵板燒 我們一會兒分享炒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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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飲食不吃 你飲食不吃 現在吃白米 對,原來就不好吃了 剛剛大師傅教我們 這個醬汁很濃 它聞起來很濃 但它不是西式很清爽的醬汁 是很稀的 它聞起來很濃,但喝起來很淡和清香 但它不鹹,清香 很好吃 很甜 我們快點吃到魚 我覺得它很漂亮 我不捨得吃 原藕很脆 魚呢? 這是蘿蔔? 它的魚皮很厚 它軟了 很厚的膠質 那兩個小魚 好吃在哪呢? 很滑 剛剛熟 裡面是熱的 但不會死實實 好吃下去煮 其實很大塊 好吃 這個梅醬 這個梅醬 這個梅醬也很好吃 哈哈 我的牛肉已經過了 它是很美麗的Medium Wear 你們來吃碟飯燒呢 快點來 是很美麗的 因為這個是經驗的日本老司 所以做些東西吃了出來 很久 他之前在香港約命山莊做 他說老闆死了 所以他就沒有做 它是否養肚了 在這裡 連同的香味 加上剛才那個 那個冰盆 洋蔥湯 還有鵝肝 這個牛的質素 不是我們超少可以買的那種牛 我吃了很喜歡牛 也不要吃 它這個是有牛味的 少許脂肪 雖然是小小筋 但它是很chill 有牛味和牛味 嗯 它這個醬料 它是梅 這個是面試醬料 這個是面試醬料 是梅 那你是魚 我會想 這個毛花果是有用酒浸的 這麼厲害 這個咖啡 這個是燉蛋 焦糖燉蛋 但不是很甜 它這個好吃 它的粒 這個咖啡味 燉蛋 嗯 不是 我只要跟你試一點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但我覺得它的咖啡味 可以選擇 對 但真的好吃 你先試一下 它是不酸 又不會有很奇怪的味道 是微微甜的 但很好吃 但很好吃 而且它應該是用酒煮過 我吃過的應該 我吃過毛花果 我覺得這個 沒有假的甜味 我覺得這個 清甜的 沒有假的甜味 我又不喜歡 它這個cream也好吃 它這個cream是沒有糖的 留給你 整個給你 沒有 吃了 我們現在就吃完飯了 我覺得這個鐵板超是很來得過的 因為這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鐵板超師傅 是香港來的 對 陽明山莊會所做的 所以它真的很好吃 時間剛剛好 熟度很好 調味很好 不是花巧的食物是真的好吃的 但可能你也要快點來 因為它很掛著香港 可能很快就不攪回香港 很喜歡香港 看看有沒有機會回去做事 所以下次 謝謝 回香港了 那它就會回香港了 所以你想吃好吃的鐵板超就快點來 我覺得價錢上其實它是值得的 它整個食物是很值得的 唯一一件事我覺得差一點就是 它的食物來得太急 不是 鐵板超的食物是不急嗎 如果你訂購的鐵板餐以外 外的食物是完全沒有配合的 就是你正常是刺身 然後來了一些小吃 最後才吃過肉 然後飯 然後甜品 其實它就不是的 一次過對賬給你 鐵板超有鐵板超就出 其他食物有其他食物 所以我覺得就差一點點了 但我覺得整體這個鐵板超是比香港值得吃的 對 而且日本食物來講 檳城這間也是值得來吃的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檳城必食的一間日本餐 尤其是鐵板超 好 我們今天又吃到這裡了 有東西想吃又不想給錢 快點留言告訴我們 等我們幫你嘗嘗 最後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我們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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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